哈喽 今天我在环海中路带大家看一套建于1927年的上海高档公寓 和武康大楼是同一个设计师 地段没得说左边是三号线 右边一号十号十二号线 下楼就是环海路 步行一公里可以到新天地田自房等 这个地段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猜猜多少钱 这个业主呢是我一个朋友 他从买房装修到录制我都是亲眼见着呢 我们今天就一起去围观一下他的家 哪个的有的底梯 我们在七楼 然后电梯是在六楼的 但是我们这一层不是说家层就是原始就是有的 哪个的有两个露台对吧 对 有两个 这边是第一个露台 就是也能看到每次露骨都能看到这样的景观 这边就是外边有 然后的话那边是能看到普通的文化名字 晚上的业绩也蛮好看的 对 我们一起进你家看一看 我们大家来看一看 我买的那是杜刀饼方的 我们这个只有算因为我们是买的是使用群 使用群的话就只算Tony的 Tony的话只有36.1 但是进去看一看就知道 其实我感觉好像在这边是 它是一居室对吧 对 一居室 上面好像是斜的 上面是斜的 这个是原始的这个设计的原因 我觉得它这个掉底掉的就是斜的 因为我们这个顶有改过 这个就是我们这边的话 是我们就是休息看电视的地方 这边是有投影 但这个窗还蛮多的 有123 就蛮有特色的那种窗 对的 这个窗还蛮多的 因为你到外道路 现在对面的话 怎么看出来就是我们就是 整个是一个 就是恰过了 整个都是我们的 这边的话是华蓝路 然后这边的话是 瑞金路 瑞金路 就我们这样是在一个转角的 转角的窗 哦 葛特小网给一居室啊 这个怎么恰过了 葛特里下有两扇窗 窗那边还有个门 门也是一个窗 哦 就是这里门打开来对吧 就是然后出去就是路台 然后它这里有两个路台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了 前面一个路台和这边一个路台 路台是不算在房卡里面的 对吧 那肯定不算 就是前面进门有路台 后面后面也有路台 嗯 后面我们再看看老路台 路台上转一转 其实这样子一个房子 两个人住还挺舒服的 其实而且因为这边窗多嘛 如果以后有需求的话 就是可以再来出来 就把平均的小一点 路窗比较多嘛 嗯 但是这个就是说 它这个很多转角是蛮多的 就是如果你装修的话 可能需要改下格局啊 或者是就利用率会更多一点 所以 然后早上的话 太阳是从那边东边 然后因为那边朝东嘛 然后一直围绕着我们家 嗯 然后呢 就从那边 采光蛮好的 门给那个技术 嗯 太阳可以围绕着我们家转一圈 哦 然后就是 打开窗就能看到环海中路 对吧 这里就是那个 卫生间 卫生间 我们做了三分离嘛 三分离 这个格局呢 也是看了安琪拉之前的一个视频 然后 Yellow的设计 然后呢 参考了这个 就是把这里 这个台坑这边做了一个开放式 嗯 嗯 整个装修化了多少钱 装修我们也没算嘛 主要是厨房卫生间这一块 嗯 其他的话就是一些软装 软装的话 我觉得这个不能 因为你用的东西好嘛 你觉得对 给他装装器做饭的时候 很有感觉就是外面打开窗 但这里就是在装 在在 在做一个龙凤商杀 就是跟地铁13号线是连在一起的 哦 而且地铁上盖的一个龙凤商杀 应该是间五六层高 嗯 因为比较不贵一层高 晚上噪音大了 晚上噪音没什么噪音啊 没什么噪音 就是跑车比较多的时候 噪音比较多 所以有人逛 等人保持好车味 嗯嗯嗯嗯嗯 如果也在我想到马可德个地方的房子啊 因为我们就是我当时也看了比较多的房子嘛 就是上海各个板块可能都看过 然后 哎有一次我们逛着逛着 然后进入一家中间 然后他给我介绍了这间房子 嗯嗯 然后我来看了感觉 整个感觉就是不一样的 而且我自己也比较喜欢这种 老公寓 比较有感觉比较有情怀一点 情怀一点 然后加上它本身又比较方便嘛 嗯 就是不管是交通啊医疗对吧 因为我们当时买房子 我们也看了比较多的这个小区 嗯 然后的话就是包括新房啊 新房的话其实我父母可以买这个定油盘农天地啊 什么啊 对吧 是是后来呢 后来觉得还是这里比较好一点 后来的话就是在一边在看二手房 嗯 后来的话有一天晚上我来这里 就是我来这里看了一下露台 嗯 因为房子那时候有住客嘛 嗯 有露台然后看了一眼了 就非常心动 然后就往上去下定 它租金的话当时是多少 就是你在买之前的租金 一万二左右 一万二左右 对 网卡就塞了几个饼房 一万二左右其实是很划算的 当时你看了多少盘 就去年买房的时候 看了大概有 包括新房二手房 然后看了大概有两三百套 好不然呢 这两把都能听起来个空网子的啊 对 对啊 晨晨的 这个刚刚 这边附近黄府其实我也看了很多 其实好载我也会看了一些 就是因为 因为你想如果说这里的话 我们因为这里要全块嘛 嗯 我们用一些杠杆对吧 是可以买宗价比较高的 比较好的 对吧 那其实的话就是说 所以说就是看的价位段也比较丰富 嗯 那这样的话看的房子的量就上升 因为每个价位段都要看一点 嗯 可得附近有啥医院啊 就是这边附近的话 三公里内 我查了还有九家医院 九家医院 对的 嗯 就是因为现在你看新房的话 特别介绍三公里内有 嗯 有医院 已经算是比较好的医疗配合 但是我们这里三公里之内 三甲医院有九家 三甲医院有九家 二甲的话有大概十几家 那可得留到 留屋领居应该不是老多吧 不是老多 因为刚刚介绍了 我们这里的话 就是把屋子的话是十三个 十三份 就是说有十三家 还要传起来的 对的 有的人可能不住 那时机可能十五六户 十五六户 嗯 那你看疫情的扯不扯气怎么 然后登了露台了 我吃咖啡 哎这个 这露台没住过嘛 这边是能看到 那个 瑞金路那边 就是阳光景观 嗯 就是比较开阔 本来这棟楼是没有的 都来造起来 嗯 不然的话 你能看到很大一片的阳光景 嗯 看上那段 我感觉还是住在自己的体验 更好一点 但我不是说不认可 那个 窃固天地啊 包括我看那是他的一些房子的一些价值 嗯 他们也有他们的价值所在 嗯 但可能就是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 每个人五根手指头嘛 每个人的一个需求可能就是不一样的嘛 对吧 那我感觉自己住在这里的一个体验更好 那我可能就肯定就选在这里了 嗯 这不是说贵的东西 他就一定是适合自己 嗯 学生权的房子的话 他有两点 一点是他要全款 一点是要有上外户口才能买 但是他优势就是他没有税费 嗯 然后他那个住起来是跟这个 跟那个产权房子是一样的 嗯 你能把户口落进去 嗯 能给还能对学区能读书 嗯 那就是 那就差不多了 嗯 因为你买房子还有什么样 没有了 学店也是民用的 都一样的呀